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帶大家來看看 2024年頂級的電競螢幕 發展到什麼境界了 主角就是三星奧特賽 32吋的OLED G8 4K 240Hz的超頂級平面電競螢幕 它除了注重高階畫質以及效能之外 今年更加入AI技術 遊戲畫面更棒 而且可以旋轉90度 玩直向遊戲 還有Smart TV功能 讓你一機多用 好 OK 我們就來開箱吧 Let's go 好 我們就先來開箱 這一次它給的配件非常的齊全 你看光是線材就有這麼多種類 它所有的孔位的線材 通通都附給你 再來是安裝的部分 以前的電競螢幕有個痛點 就是又大又重又很難裝 這一次三星奧特賽OLED G8 32吋 它把整個過程簡化 而且不用任何工具 我們先拿出底座 這塊鋼板超級薄一片 而且非常重 中間的柱狀有一個圓筒 那接著我們拿出支架 它是外銀內黑的配色 那接著我們來組裝這個支架 你看這邊有一個三角形的符號 然後你把這個支架的 Outside Logo 對準三角形 然後插進去 接著旋轉一下把它轉到正面 這樣就完成支架安裝了 就這麼簡單 連螺絲都不用鎖 那如果你要把支架拆下來也很簡單 在下面有一個灰色的按鈕 你把它壓下去就可以把支架分離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組裝好的底座 回到箱子這邊 螢幕本體就直接在箱子上面組裝 你看準支架上面有兩個金屬凸點 從下往上勾住螢幕 咔一下就裝好了 有沒有 真的是超級簡單 要拆卸螢幕也只要把支架上面的按鈕 壓下去就可以把螢幕拆下來 你看我這整個組裝流程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整個安裝過程都不用碰到螢幕 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安裝時的失守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Outside OLED G8的外觀與配置 我們先轉過來看一下背面 那這整台G8是銀黑的配色 那背面有一圈Cold Lighting RGB的呼吸燈 那七彩輪轉的燈光非常漂亮 所有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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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都在後方 你看它的I.O.O.O介面真的是非常豐富 包含2組USB a3.0 兩個HDMI 2.1 以及一個Display Pro 1.4 我覺得很棒的一點就是它的底座 真的是非常薄 就很節省桌面空間 像我偶爾用筆電就可以整台把它推到底 或者是把鍵盤推到底 像我桌上喜歡擺一些小配件 也可以把它擺在上面 就很漂亮 奥德塞 OLED G8的螢幕本身非常薄 你看这个侧边的厚度 最薄只有3.9mm 真的是夸张了 因为OLED自发光的特性 它可以省去背光模组 就可以把荧幕做到非常的薄 再来我们来看它的角度 你只要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改变它的高度 左右旋转的角度 以及倾斜角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90度垂直使用 那因为G8内建陀螺仪 你转向的时候 它荧幕也会跟着自动转向 像这样 如果你玩纸板的游戏 你就可以用最大面积去玩 爽度会翻倍 又或者你也可以把手机荧幕 直接投放到G8 直接用G8来玩手游 后面上秀出来的是 奥德塞 OLED G8的重点规格 它是32吋16.9 4K解析度 240Hz的更新率 0.03毫秒GTG的反应时间 以及它支援AMD FreeSync Premium Pro 不啰嗦 我就直接来玩游戏看看 这边我来挑几款 我平常有在玩的游戏 趁着这个Steam 它春季特卖 我就买了几款游戏来玩玩看 这是三星第一款 采用最新NQ8 AI第三代 高效处理器的电竞萤幕 它跟自家8K电视用的AI处理器一样 那当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打开Game mode 就等于开启物理外挂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它有动态黑色等级等化器 简单说就是帮你把游戏中的黑色位置调亮一点 像敌人躲在很暗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个功能跟一般萤幕整个画面变量不一样 它是只调整暗处 那你白色本来就发光的位置 还是维持正常的亮度 就是单纯的把黑色的部分把它调亮 再来是它的面板是抗炫光的雾面面板 比传统的萤幕减少5倍的反光 像如果你玩游戏的位置旁边刚好有窗 你就不太需要特地拉窗帘才能够玩游戏 再来是射击游戏最需要的瞄准器 奥德赛OLED G8 它就内建虚拟瞄准点 你把这个虚拟瞄准点叫出来 有红色的有绿色的 你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就整个方便很多 比别人快一步 胜率就比较高 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自己在体验 它的内建喇叭其实也不错 左右声道有明显的区别 高音会比较明显 不过像我自己 我还是习惯外接喇叭或者是耳机 像我自己桌面上就摆了一个BOS的喇叭 再来是很多人买OLED萤幕 会很害怕的烙印问题 那三星其实自己也会怕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他们研发了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动态冷却系统 在萤幕的内部 埋着脉冲式的散热管 效果会比传统的石墨散热好五倍 那第二个是主动侦测常驻的静态画面 像Windows开始工作列了 浏览器的框框 像这种一直停留的画面 就自动调整它的区域亮度 去减少烙印的问题 再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内建Smart TV系统 简单说它就是把三星电视的那一套界面 直接内建到萤幕上 所以它会附上这颗蓝牙的遥控器 当你下班累到趴掉回到家 不想开电脑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把萤幕打开 把它当作电视来用 它内建YouTube Netflix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台萤幕想象成 可以接电脑 可以当电竞萤幕的智慧型电视 再来我们在看YouTube Netflix 在看一些影片的来源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都没有4K 只有1080p 所以针对这些画质不够好的讯源 它有内建一个4K AI影像升频技术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电视机 帮你把未满4K的来源 透过临近像素补差点的方式 把它升级成4K 它这样子画质会更好 它也内建AI智慧抗照模式 它会去自动分析环境的噪音 自动提高影片中对话的清晰度 那如果你平常比较喜欢看一些运动比赛 比如说足球 篮球 赛车 那它也有内建一个AI动作捕捉技术 它可以去捕捉因高速移动而失真的影像 好 这个就是今年最顶的奥德赛OLED G8 平面电竞萤幕 它从安装简化到AI优化 240Hz的更新率加0.03毫秒的顶天规格 再加给你游戏物理外挂 它的支架角度调整非常灵活 底座超薄 又不占空间 整个萤幕的背面非常漂亮 非常有科技感 那这一款奥德赛OLED G8 我自己觉得就很适合摆在房间当作唯一的萤幕 你可以接电脑玩游戏 你躺在床上又可以当电视来追剧看片 而且它跟手机之间的互动投放也非常快 相当不错 不单纯只是一台顶级电竞萤幕 而且也可以当电视 所以功能真的是非常集权 好 以上就是这台奥德赛OLED G8 32寸平面电竞萤幕的开箱分享 如果大家对这台萤幕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